那夜,唐梦见了她,在捷运最末班车之后,在猩猩,河马,骆驼,狮子,老虎都下车以后,她看见悬浮在铁轨上,她用一条月光色的链子牵着长颈鹿慢慢走回家。 她一边走,一边唱着一首快乐的歌,原来她的歌声如此悦耳动人,如果长颈鹿要回家,一定会有办法的,如果她要回家,也一定办得到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